大家好,我是嘟嘟 一个粉丝也不知道我是游客大不足 在经过将近半年的打磨后 孟奇终于正式上线 作为一个合格的肉胆 作为一个合格的可爱小胖子 我觉得天美就应该多出这种英雄吗 毕竟很符合我们肥宅的身份吗 如果可以啊 建议再给孟奇出个可乐版 坚定皮肤 有机会甚至还可以再和可口可乐联动一下 那我直接买包啊 瞧瞧吧 虽然孟奇这个英雄算是冷门 玩的人也比较少 但毕竟是开刀即时的英雄 在冷门玩家们还是依然喜欢他的 要不然天美也不能直接出一首 胖大人容的传说皮肤 有意思的是啊 以前孟奇是放技能掉脂量 现在就不一样了 现在是放技能长的质量 这就很符合当代年轻人现状吗 一开始的目标是独立渐肥 结果越渐越肥 最后首先放弃质量 那么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 猛奇的技能吧 被动变化不大 猛奇随着质量提升 提高双抗以及物攻 15斤满质量时 可以提供200点物攻 和570点双抗 这也是猛奇对拼的核心 毕竟质量在 战斗力就在嘛 一技能是猛奇对身边单位造成伤害 获得互盾的同时增加质量 二技能则是猛奇扔出梦里泡泡 第一次回到猛奇手里后 泡泡会向其他敌人再次弹出 第二次回到猛奇手里后 会触发二段泡泡 扔出造成小范围爆炸 这个技能啊 伤害不俗 而且使得猛奇拥有了风筝能力 再说了 玩球的一下是抢了一批 你想想东黄的恐怖吸血小球 想想阿古多的株力出出球球 再想想 嘿嘿 和我吸睛的超级蛋白球 孟奇的三技能很有特点 是进行一个环形的位移 并逐渐增加质量 可以在位移途中打断 造成伤害的同时击飞对方 哎 这意味着什么 对抗路的尊严 以后搞不好就被草里的孟奇 冲出来吃掉了 好了 让我们看看孟奇的实战效果吧 违反环节 首先在本局开始之前 我和大家先说一下 现在心满孟奇 大家普遍觉得伤害低 我就做了一个吸血暴击流的 续航输出打法 能和猪八戒边路打一万年的那种 基本上美军能拿下 35%输出 25%抗伤 所以还麻烦大家多多三连 如果本期点赞过两万的话 我也会把这个打法 额外做一个视频介绍给大家 咱们这把兑现的是夏师傅 对抗路老格局 先打边删二 夏洛特不可咱们打 那不话 等到四级的时候 这个女人一定会上头 你看 来了吧 一技能叠动 二技能输出 最后一技能 把夏洛特直接带走 在带走夏洛特之后 我们的梦奇也是非常开心 像屏幕前面的大家 进了一个标准的法国军力 在看见对面夏洛特 如此好欺负之后 中路的武则天 先也不要了 直接就来帮我抓 啊 这个 毕竟啊 谁能拒绝 欺负对抗路的机会呢 之前我把夏洛特引了过来 武则天瞬间开起大招 打出控制 然后一下 都没控制上 反倒让夏师傅 把一套技能都给打完了 不过 顺便收了一个 前来增援 但是惨死街头的韩星 也算不亏 武则天最后是没跑掉 但是夏师傅 也被咱们理所应当的击杀 这个时候 我看到了对面中路 残存的雪包 好家伙 还敢留住雪包 我看你们是看不起我梦奇吧 这一步 不管三七十四 对准对面雪包 直接放大 Nope 再次提醒大家 偷对面雪包的时候 一定要把危险 对准对面塔下的雪包 复活后 就回到对抗路 反正也没什么事可做 咱们就欺负欺负夏洛特 欺负欺负夏洛特 欺负欺负夏洛特 但即使是对抗路 对面也不可能 一丝不来支援 只见这个时候 鬼骨子飘了过来 我立刻就看出了 对面的想法 对面肯定是想通过 鬼骨子先手来打 控制的方式 突然出现三四个大汉 来围 哦 我 啊 啊 啊 这个 好像和 剧本设计的不太一样 和着夏洛特的对抗路 就真是固尔路啊 虽说梦奇的考完性 确实是很强 但是啊 除了西雪装 我发现纯AD装的梦奇 也很强 不要眨眼 下面就是 回天灭地的梦奇 这个视频做了很久 尝试了很多种打法 也确实是比较费心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还请赏个三连关注一下都督 当然我也希望大家能在新版梦奇身上找到乐趣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 感谢观看